过午不时遭质疑,真有减肥效果吗?一年多的研究,揭开真相,在一个寻常的午后,张大爷和老伙伴们围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享受着微风和阳光,话题逐渐转向了最近养生圈里热议的过午不时,张大爷信誓旦旦的提到,他已经坚持这一方法数月,确信这是减肥养生的金钥匙,然而,他的老友王大妈却表示怀疑, 担忧这种极端的饮食习惯是否真的适合每个人,尤其是像他们这样的中老年人,这场简单的对话反映出一个普遍现象,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,人们开始寻求各种方法以期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,而过午不时无疑成为了其中的焦点,但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,我们是否忽略了科学验证的重要性,科学角度解读过午不时, 人体生物中与饮食时间的科学,人体的生物中或称昼夜节律,影响着我们的睡眠,醒觉周期,体温,代谢率以及许多其他生理过程,近年来的研究开始揭示,饮食时间对于维持正常的生物中同样至关重要, 不规律的饮食习惯,特别是晚间过量摄食,被证实能够干扰我们的生物节律,从而影响健康,然而,过午不时这一饮食模式,则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极端,在日中后半段完全不进食,这种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, 从理论上讲,通过限制设施时间窗口,人们可以更好地控制体重,甚至改善糖代谢异常和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等问题, 但是,这一理论的实际效果和潜在风险仍然是研究的焦点,过午不时对新陈代谢的影响,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基础, 它支撑着从呼吸到血液循环的所有生理活动,饮食习惯,尤其是饮食的时间,对新陈代谢有着深远的影响, 限制设施时间,特别是过午不时,理论上可以促进身体在没有食物输入的状态下, 更多的使用储存的脂肪作为能源,从而有助于体重减轻,然而,这种方法也可能带来副作用, 例如,长时间的进食可能会导致血糖水平的不稳定,特别是对于糖代谢异常者来说, 这种波动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后果,此外,对于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个体, 长时间不进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压力,尤其是在活动量大的日间时段, 时政研究透视过午不时一年的科学考察,在对过午不时进行一年多的观察与分析中, 我们聚焦于一个由多年龄层,不同生活背景的成年人组成的研究群体, 此研究旨在实际评估过午不时对体重,血糖控制及心血管健康的影响, 通过设定对照组,维持常规饮食习惯和实验组,严格执行过午不时, 并在一年期间进行定期的身体指标检测,我们获得了以下发现, 实验组在初期显示出轻微的体重下降趋势,但随住时间的推移,体重下降速度逐渐减缓, 部分参与者体重反弹,在血糖控制方面, 该饮食习惯对于糖代谢异常的改善并未显著优于对照组, 更值得注意的是,长期过午不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产生不利影响, 表现为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风险稍增, 专家视角明智选择健康减重,在分析了上述研究结果后, 我们咨询了营养学,内分泌学和消化系统疾病领域的专家们, 以获取他们对过午不时和健康饮食之间关系的权威性解读。 营养学专家意见,营养学家强调, 任何极端的饮食习惯都可能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, 相比于过午不时, 他们建议采取更为平衡和可持续的饮食策略, 例如地中海饮食, 注重摄入多样化的营养素而非单一的饮食限制, 内分泌学专家意见, 内分泌专家指出饮食与人体的激素水平密切相关, 饮食习惯的剧烈变化可能会干扰正常的激素平衡, 从而影响糖代谢和脂肪存储。 他们建议在进行任何饮食调整前, 最好先进行血液检测, 了解个人的激素水平和代谢健康状况。 实践建议, 结合专家意见和研究结果, 我们提出以下健康减重的食操建议, 均衡饮食确保日常饮食中蛋白质。 健康脂肪, 复合碳水化合物以及充足的纤维素均衡摄入。 定时进食, 避免长时间饥饿而导致的暴饮暴食。 建议三餐规律, 适量零食, 保持血糖稳定。 适度运动结合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, 提高身体代谢率, 促进健康减重。 个体化饮食计划, 考虑到个体差异。 建议, 在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化的饮食计划,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和专家建议, 我们旨在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人群提供一个更加科学, 平衡且可持续的健康减重路径, 而非单纯依赖过午不时这类极端饮食习惯。